在意大利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成年要花费多少钱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意大利一直是人口出生率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世界排名第201位 在意大利普通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成年的成本平均在9.6万至18.3万欧元之间 富有的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在30万欧元左右 这相当于在意大利购买一套房的价格 在Allianz旗下的独立财务咨询公司ManiFarm的计算中 仅仅在孩子出生前就必须准备一大笔款项 数字基本在1400至8000欧元 具体取决于婴儿车、婴儿床以及各类婴儿用品购买的数量以及品牌 还有各种必超级产检的频率 在孩子3岁左右 费用已经累计花费1万到25000欧元 4至5岁将花费1万至27000欧元 6至11岁将花费28000至48000欧元 从12到18岁的费用基本在45000到74000欧元之间 孩子随着年纪的增长 花费也就越大 总的来说 该研究估计 将孩子抚养到成年需要96000到183000欧元 而18岁成年后 能够独立的孩子少之又少 因为孩子还将进入大学 职业培训时间和进入工作的过渡时间 这些都没有被计算在总成本内 这些支出并不是空口无凭 例如在6至8岁之间 主要的花费是食堂1416至2040欧元 具体取决于预算户外运动 2250至6000欧元 下令营1185至3510欧元 另外还涉及到玩具 辅导班 学习装备 服装 孩子之间的社交 孩子在15到18岁之间 运动费将消耗3至8000欧元 英语课 从3600到6000欧元不等 零用钱平均 从4160到6240欧元 而且如果需要出国留学一年 那么您还将支付1.5到2万欧元的费用 在孩子服装方面 差别不在于穿的是女装还是男装 而是有没有品牌 孩子穿有品牌的衣服 平均总成本将超过1万欧元 但通过避开设计品牌 费用将减半 另外 电子产品的费用影响也很大 平均花费9000到18000欧元 比如电脑 手机 平板电脑 订阅视频 游戏 由此可见 养育孩子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奢侈品 能负担起这笔费用的意大利家庭越来越少 因此意大利出台了各种奖金来补救 也是背水车薪 有孩子的街友们 计算过您孩子一年的费用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